FITI 計劃從它的字面上來看的話 就是 from IP to IPO 那 FITI 就是透過這樣的一個計劃 協助新狀程度可以從技術端很快走到市場端 並且不斷獲得資金走到國籍市場 FITI 累積將近十年的導師的一些網絡 產業經驗 租屋池類的一些顧問的一些實際 其實它是一個豐富的一個生態系 這個值得團隊努力去爭取 因為對於我們來說 創業家是一個台灣很重要的資源 你願意創業願意同入新創 是一個稀缺資源 所以我們會更希望是說 可以讓你們在一開始 不要浪費很多試錯的路 所以競爭者分析 你的產品競爭力夠不夠 商業模式是什麼 短中長期計劃 你的規模化策略的可行性 像這些東西其實你會發現 我們這邊會有完整的夜市 協助你們做一個事業最全面的盤點跟思考 我們可以在第一天的時候 就做好很好的策略規劃 所以我覺得這個競爭優勢 應該還蠻大的 其實我覺得創業就是要有一個 願意冒險的心 然後要對於整個自己的想法 能夠夠堅持下去 所以我覺得其實除了技術的背景 當然還有很多的團隊合作 所以我非常建議 有些有想法 但是又有執行能力的 學校出來的團隊 或者說業界一些社青 能夠透過這個計劃 能夠強化自己創業的能力 我覺得我們可以在一體 這樣的安全網裡面 做到這種著裝彩排 這樣的dress rehearsal 是團隊很幸運的地方 那之後不論往任何一個國家發展 都是有機會有希望的 我也希望團隊 不要只有看台灣的市場 是可以同時看看各國的市場 新創團隊一定有自己的夢想 想要做成這件事情 想要為這個世界留下什麼樣 有價值的去點一個自己的價值 把你的夢想做大一點 然後朝著你的夢想去前進 有一天讓你的夢想去影響這個世界 有一天可以成為一個 很有影響力的創業團隊 團隊